我觉得他这个人太事了 把很多事情都搞得很麻烦 我只是做什么事都比较认真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他还得理不饶人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后越来越累 很多事情他就是总是得过且过 如果我不管谁管啊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孩儿三岁来自长春自由职业有请 小金二十二岁来自长春学生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快两年了 觉得他做事有点接受不了是吗 开始就是感觉就他特别细节 然后什么就给我很多感动 然后结果到后来吧 发现他就是特别事 而且是什么事特别较真 就基本小事在他演 就全能变成就是大事 而且都变得特别麻烦 什么事你有这感受呢 就比如说我平时我在网上买东西 然后我看到东西 这个东西挺好的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两三天到了之后 我收到这东西我老开心了 然后我跟他分享 然后他呢就是一盆冷水 他就泼下来 那我确实就是觉得 他买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好 就是有更好的选择 我也觉得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呀 我之前也是按照他这个办法做的 我告诉他 我说这个挺好的 他基本就挑了一周时间 结果挑出来最后和我要买的 那个原本价格就差两块钱 而且但是我基本总买的那个店铺 我特别熟悉我特别了解 我自己用在脸上的东西 我就买我总买那家我就放心 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我都总是买过了 都已经买完了你还要这么说 而且不止这次 还有我平时在中午定外卖的时候 那就正常人都是人家想吃啥 人家就吃啥呗 然后我那天中午我定了个炸鸡 他上来就说 说你往嘴里塞垃圾呢 我吃得特别开心 他总是就是把他的负面情绪 就向我表达 当时我瞬间看着我的那个炸鸡 我就吃也不行 不吃也不行 这个就是主要是因为 平时我挺注意就这些饮食习惯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那个挺胖的减过肥 所以说我对就是外卖什么的 就是平时我不怎么吃鸡 然后我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跟他说 我说不要就是经常吃这些外卖什么的 就是对身体不是很健康 那你今天管我中午吃炸鸡 明天管我就不能穿裙 天忠小事他总是打了就为我好的旗号 希望就是说为了 我确实就是为了你好 他就是说为了我好 希望我按照他的事情那么做 我这不也关心你吗 少吃点油炸的食品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就是 我很少吃 这就不是事 这都不是事 还有大事吗 还有拍照 我觉得我俩就是完全 拍照也是大事了 听大事 都是很大的事 我俩就完全相反 就正常都是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照 然后一般不都是女生不满意吗 就拍照 我还有我闺蜜她们出去玩 我们去的是游乐场 她到那一进门就让我给她拍照 我给她拍了能有三四十张了 没有一张她满意的 她跟我说她后面有垃圾袋 要不就是疯把她头发 把她造型吹乱了 我说了有错吗 你这样的照片有一张能看吗 她特别较真 一天的时间就根本没玩 就全程都在给她拍照 那天是我们好不容易 就是出去玩一趟 而且那天还有她一个闺蜜 还有她闺蜜的男朋友什么的 然后是我们四个人一块出去玩的 我平时出去也是经常让她给我拍照 她闺蜜然后也挺愿意拍照 然后我们就是 同路中人 对 同路中人 就是志诚道合 就是一块交流一下 然后也让她参与 一块参与 就是她让我参与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她跟我说 这块好你拍出来肯定出效果 我在那拍摘了半个多小时 一直给我拍吗 我说怎么样 她说OK 然后我过去一看 我说照片 一张没有 她照完的全都给我删了 她说没有一张满意 没有一张能看的 我怕给你看了不好看 你说不好看 我再怕你生气啊 我在那站了半个小时 一张能看的没有 我不觉得好看不好看 就是你给我几张 就留念就行 咱们就赶紧拍完 就去下一个地方 她也不得 就是拍完必须当场 把那图片修完之后 才能走 去完那个游乐场 我们基本就是接了个门 啥也没玩之后 就全都走了 不是 那我拍完这样 跟我想的根本都不一样 咱照相都照完了 那为啥就不一件事做到底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玩呢 我们主要是出来玩的 又不是主要拍照 那你要拍照 你为啥不去艺术照馆 你天天你就让人摄影师 给你拍呗